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 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关于金融海啸 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呢? 那我们今晚的嘉宾除了我们经常的主持人 李永康和金蕴言之外 那我们都请了密保文 那Cherry Mac其实在我们过去都曾经来电台 是讲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Cherry大家都可能都知道 他是一个资深会计的理财人 好了 金融海啸 我相信大家的近日 近日来大家都很关注 那当然大家都想一下 金融海啸会几时过 即都过得希望是几时过 我昨晚无意之中在电视台又看到一个访问 就是关于美国的以前总统那个advisor 那他都说到美国的 他问他美国的金融 美国的将来会不会 湿恰了全球的经济的领导地位 那他当然了 他就说不会 那美国人始终呢 那个经济的耐力还是很强的 那大家当然最关注就是这个海啸 是不是最坏的会几时到达 还有是最后会几时过的 那大家都希望是熬迷明演 那当然就应该OK的了 时过成天的了 那但是呢 我们有很多资料可以看得到 就这个问题好像就是 真是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就快完 那我最近这几天呢 有一些同学啊 这些朋友呢 去吃饭 那很奇怪哦 大家都说起一本书呢 就是那个货币战争这本书 那大家在这个电台的听众 大家都可能记得了 我们成一言之前呢 当这本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时候呢 我都已经提及这本书的重要性 那希望呢 我们的听众是多一点呢 就是去了解 我整个金融的问题呢 整个地球的经济问题呢 我经常都说呢 其实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 平时一样照顾的生活 照顾的饮食 照顾的工作 照顾的优作 照顾的娱乐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这样的 这么高的起伏呢 大家每七年半啊 有一个很高的波浪出现 那我经常都怀疑呢 其实当然背后呢 是有人操纵的 这个不是经济的常规 应该出现的所谓 供求的问题的现象来的 是真正背后呢 是有另外的因素的 那宋鸿兵呢 是编注了这本书呢 为什么编注呢 因为这本书的资料呢 不是他自己作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 在接触外国的资讯呢 尤其是网上呢 这方面的资料 已经在网上出现了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呢 是第一本 可能是我暂时认识为一本呢 是港禽这个问题呢 就是宋鸿兵这本 编注这本叫货币的战争 好了 那他最近呢 是在他的blog那里 宋鸿兵已经提及了 其实金融海啸 会继续有第二波第三波 是影响会比现在这么严重的 为什么我们要说回这本书呢 因为整个经济 金融海啸这个问题 在他的本书 其实已经一早预测了 所以他很准确度预测了 我们的第一波这个问题呢 那大家当然了 他所说的东西呢 是开始被很多人是重视的 那听闻呢 他现在就离开了美国啦 那就回去了北京 那受贡一个很大的那些金融机构 那边工作的 好了 Cherry 我们看到的什么的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金融海啸的问题 那上次讲过了 那金融海啸呢 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啦 那大家都很想知道 究竟 我们这个 那么困难的时间呢 什么时候过 那其实呢 我最近呢 都是找了很多资料 都想看一下 究竟是什么时候过 那谁知道呢 我呢 就看宋鸿兵的blog呢 那他就非常之语出惊人了 那就说呢 还没过 不单止没过 还可能呢 来近呢 一祸被一祸严重的说 那他呢 就提出呢 这个资案的海啸 其实呢 是分开几个阶段的 那正话呢 袁耀生说过了 那就是 由 07年2月份开始 去到08年5月份 那就出现了一个资案的问题 那 在宋鸿兵那本书里面呢 讲过了 Fanny Mae和Fanny Mac 是会有很严重的 财政困难出现的 那结果真是应验了 那 这样的时间 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真的很困难 那 在他 再预测的情况之下 那他就说呢 第二阶段呢 其实呢 就是08年6月份 就是现在已经发生着了 去到09年的上半年呢 就会出现一些信用调期市场 发生毁弱的危机 那他就说呢 他的规模呢 将会有62万亿美元 那麽严重 这样说 那呢 看回呢 所有的资料呢 其实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呢 因为呢 之前呢 那个赤案问题呢 令到呢 美国呢 有很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 可能现在已经是在经济衰退的边缘 或者已经走进去 那很多的信用 教低的 信用拼合教低的公司呢 他们会可能出现一些 常还能力呢 出现问题 那结果呢 他们发行那些高息的票据呢 债券呢 可能会面对一些 毁弱的风险 那结果呢 会导致到呢 债券的持有人呢 就不可以拿回他们的本金 或者是拿回利息 那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是债券持有人的话呢 他们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 出来 令到自己那个 面对毁弱的风险呢 下降 那他们可以买一些叫做 信用毁弱调期 那这些信用毁弱调期呢 就是很多的金融机构呢 美国很多金融机构 其实呢 他们是承担着这个 信用毁弱调期的风险的 那如果明年 未来信用兵所说 就是说明年 4月至9月份呢 如果呢 如果呢 这些这样的公司呢 他们上还能力 出现问题了 还不到债券 给那些债券持有人 那结果呢 金融机构呢 就因为这些衍生工具 而要赔钱 那到时呢 所出现的灾难呢 所出现的灾难呢 金融灾难呢 会比今年呢 更加严重的说 那看下大家怎么看呢 那你应该看到呢 他有些有些几十度的数据 那 那 宋鸿兵呢 他很有趣的 他说很多经济呢 其实是一个 在某个程度上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常规 有一个逻辑 有一个推断 就是经济的数据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他不是就这样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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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情绪化的 的推断 他根据呢 他看到那些数据呢 他就将这个情况呢 就一路一路呢 是分析 和呢 是推断呢 是将会发生的什么事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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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有一个叫做 信用那个 那个 毁约的调期 我又真的不知道 那么多这些 複雜的产品 的产品 那么很多人呢 就为了保障自己呢 就买很多这些 这样的 信用的调期的 就是所保护的 的资产的工具 那 但背后当然有人承担 那 但问题呢 始终就是一波 就是推到下一波的 那 那 我看到呢 第二波呢 其实是由这会出现的 那他说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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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个 呢 那个 那个 呢 那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可以这样说呢 可能 我们的那个 美国人买不起楼 做出来的 那个问题 是更加大的 這段時間,我想香港人,包括我在內,天天在上金融貨,有什麼accumulator,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剛才你說的那些,我實際一點,是不是好像中信那一隻,蝕了百多億那一隻,是不是又是屬於這類的東西呢? 另外,東亞銀行一次過撇,撇了不知多少十億,又是那些什麼CDS,什麼的調期那些,為什麼銀行搞那麼多這些東西? 或者讓我回應一下你,你剛才所說的那個中信那些應該是屬於匯率的調期的問題, 剛才還有一個東亞銀行,CDS,CDS那些是刺案, 看到它不知多少十億,很厲害, 刺案,刺級按揭那個證券,即是那些上次講過,Fanny Mae和Fanny Mae, 第一,它是包裝那個次級的按揭,變成證券,然後就賣給各大的金融貨頭, 覺得是這些東西來的? 他只是害怕那個無底深淡,所以它在現有價格,馬上減,就輸了這麼多,馬上賣單,這樣 或者讓我講一下,什麼叫做Credit Default Swap,我們這樣講一下,其實是一種互換的機制來的, 假設我是一個債券持有人,我現在買了ABC公司的一千萬的債券, 我很怕ABC公司就倒閉,那他倒閉,他還不到錢給我,那我就事實大本了,一千萬不見了, 那我就必須將他的這個倒閉風險送給人,轉嫁給人,那我就跟一間銀行談了, 就說,我現在派他倒閉,那我每個月就給少少偏面給你,根據一個百分給, 每個月給點錢給你,那你就承擔著這間ABC公司倒閉的風險, 如果兩年之後我的債券到期了,那ABC公司真的還不到給我,那銀行你就還錢給我,這樣, 那很多美國金融機構其實是做著這種類的生意,那做了很多年了,那現在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說,因為一兩年前,刺案就未那麼流行,或者未出現,那這些所謂的credit divorce swap, 是有幾年的時間,可能做五年,八年,那樣的,因為會根據那個債券的年期而定, 那好了,現在那個刺案問題出現了,影響那麼深遠,那些公司很大機會, 所以他們會未來是還不到錢了,那承擔著這些credit divorce swap的金融機構, 那他們未來就會面對著剛才我所說的ABC公司倒閉的風險,那他們就要還錢給我,那他們發了很多這種contract出來的, 那銀行其實是不是一個中間人,還是他好像保險公司那樣去承擔? 看看哪些銀行,有一部份銀行是做莊家的, 那我所說的AIG都是做莊家的,AIG是大莊家的,所以他最近就這麼嚴重了, 那這就是一種對賭行為,那宋文兵就預測在這種垃圾債違約的飄升過程, 至少有多個上百家的對沖基金、保險公司等的金融機構會血本無歸,最終會倒閉的, 還有本來原來被信用公司調期工具保護著的所謂商業銀行, 那負資產的負債律表也將會表露無遺, 直接衝擊美國商業銀行的體系, 連美國五大商業銀行, 即不只是投資銀行那麼簡單,倒閉都有可能的。 那這個是他宋文兵所的推測, 即根據目前的資料,很實在的資料, 他覺得這件事將會發生的。 那他說這個衰退第二波是不能避免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在第一個危機過程, 很多投資銀行轉回做商業銀行, 即是比較穩陣一點。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 也都直接對美國的商銀機構造成了衝突, 撞擊的。 那到第二個,在規模上, 美國的所謂的企業, 那個債規模是高達差不多22.5萬億的。 那幾乎是第一波的海嘯衝擊的按揭抵押貸款市場的兩倍。 那其中, 垃圾債佔整個企業的債市場是30%, 即是6.6萬億。 那我剛才所講的, 佔比率差不多30%。 那這個垃圾債的規模, 是比此按揭的規模還要大。 好了, 那麼他說, 這個這樣的美國的經濟衰退, 是要比1991年和200年的衰退嚴重得更多。 那因為那個違約率, 那個垃圾債捐違約率, 是要再超過以前的兩次, 更厲害。 好了, 那怎樣呢? 我反而擔心, 即是現在這樣看, 其實這個銀碼不是很大, 62萬億, 即是你覺得很大, 其實不是很大, 即是, 我只是一年的GDP, 好像代表美國的GDP一半。 我全世界的GDP也有62萬億, 即是那個數目不是大得那麼緊, 而是反而最大的問題, 就是會不會好像連環船一樣, 一環扣一環, 即是扣到連我們最主要的生產, 都沒有辦法去維持, 因為你不要忘記, 例如香港, 我們不會種米的, 我們不會種田的, 但我們人是要吃東西的, 即是如果我們的美元, 出了什麼問題呢? 是沒有什麼貿易的, 即是全世界的貿易都是以美元做單位的, 即是我們香港都更好一點, 國際化, 譬如夏威夷那些小島仔, 它是靠一個星期靠一條船, 會運一些糧食過去, 如果沒有美元, 如果有什麼問題, 即是他們那些真的會餓死, 反而我覺得他們自己去捉魚, 自己種一下, 吃了水果, 很多那些地方, 加拿比亞那些小島仔, 全部都做了旅遊業, 它已經不太記得, 那些粥魚了, 即是他, 即是我也同意, 銀行多看法的, 即是, 即是你銀行體系, 但現在其實都在開始, 你不相信大家, 即是我有貨, 我怎麼會運給你, 我都怕你對方那些銀行不行, 現在都在發生著, 其實現在是發生著, 例如我們現在做manufaturing, 有很多間的銀行, 所推出的LC, 不相信, 即是要去看那些三大行, 我們那些LC, 我們才會相信, 即是你譬如, 什麼鬼傻瓜的銀行, 我們不會相信, City Bank, American Bank, 那些LC, 我們會相信, 那些Bank, 起碼都現在還有人相信, 現在他在說的是, 全都是這幾家銀行, 是的, 因為真正正正美國, 所謂的債券那些, 保險人的債券, 就是這些銀行接收的, 還有第二個,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出了很多錢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 不是通脹, 我們現在面對的, 是通縮, 我們現在是不夠錢用的, 因為那個銀行體, 是不夠錢用的, 借出來給正常的衰活動, 去做生產的, 現在強行, 是美國聯邦銀行, 是印了錢出來, 填了個頭出來, 好了, 如果, 這筆大錢出來,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銀行體系, 這筆大錢是不會消失的, 錢是不會消失的, 即是不會說, 除非, 你燒了它也不會消失的, 始終有一個credit在, 突然間出了這麼多錢, 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話, 真的會有一個通脹場, 即是說, 貨幣供應過多, 它所代表的物值都少了, 即是通脹, 如果當時一通脹的時候, 大家都會保護自己, 通脹, 如果人家不值錢, 很簡單, 第一件事, 當然是買房子, 差黃金, 買實物, 經濟就會出現一個越來越亂, 但當然這個情形會出現, 這是一個問號,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我們再不是以前那麼蒙茶茶,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是, 我們的IT很進步, 已經知道到底, 我們可以控制到貨幣供應量, 但到底是否真的控制得到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還沒有試過, 這個機制行不行, 這個反而是最大的危機, 其實我們在好幾次, 我們都提及到, 整個經濟危機的背後, 就是我們所謂貨幣的來源, 貨幣戰爭的書說得很清楚, 我亦都在我們的電台, 都重複提及的, 但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所在大眾傳媒所接觸到的資料, 完全是沒有講這個問題的, 就算貨幣戰爭這本書那麼暢銷, 但大眾傳媒都不提及, 根本這些所謂貨幣的錢, 根本就是一個很虛幻的債券做出來的, 曾經說, 曾經Money Cafe, 即是友善財經台講過的, 連續兩集講過的, 亦都是我們的老友講的, 孫柏文他們講的, 我直接講貨幣戰爭, 但有其他所謂經濟專家的人說, 他講的那些話, 就像大文西密碼一樣,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大文西密碼也有很多人看的, 大家不愿意看, 講到好像有根有根, 其實是故事來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港內的背後, 那些貨幣的背後, 他講了很多, 這些是沒有辦法證實的, 聽到野史, 他這樣講, 那孫柏文他就覺得, 他講的那些是正確的, 其他就覺得, 這些不可以盡信, 這些通常都是為了暢銷而做的, 當時當然是未發生金融開銷, 這本書很便宜, 便宜到三十八元一本, 哈哈哈哈, 是大陸的, 我想他沒有錢賺的, 賣了一百萬一本, 我覺得也不是很多錢, 是大陸的, 哈哈哈哈, 不可以, 即是這樣講, 實際一點, 出去, 那怎麼辦, 我們小市民, 我還想聽完, 繼續, 繼續下去, 那個情況, 會怎樣, 因為, 宋恒彬也有, 他知道他都是一種八思不解, 兩個疑問的, 其中一個就是, 在這個危機裏面, 全部都是輸家的, 但是, 有輸也有贏的, 到底誰在從中賺錢呢? James過去都經常在提點我們, 因為在美國, 美國國會已經開始質疑, 即是, 對那些銀行, 我們給了你這麼多億, 這麼多百億, 那麼, 那些錢到哪裏呢? 大家都有機會上網去看這些真正的資料, 你都看到, 暫時, 那些銀行賺了錢之後, 都答不出那些錢去到哪裏, 那James有他這方面的看法, 那些錢到底大概會怎樣? 這是我的股, 因為我一直都是問這個問題, 究竟那些錢去哪裏呢? 那我看過網上報道, 就是有些人直接問銀行, 銀行都答不出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猜, 一定是有人拿了這些錢, 這些錢不可能會失蹤, 那這個又是一個所謂conspiracy theory, 我就懷疑那個所謂新世界秩序, 這班操縱者, 他們是拿到這些錢, 那至於這些錢, 為什麼要拿, 以及拿到之後有什麼用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可以有段時間講了, 那我就懷疑, 就是, Cherry剛才說的那些事情, 我都很相信是會繼續發生, 那跟著呢, 就可能, 他這班新世界秩序, 就是New World Order, 這班人, 就會利用這些錢, 來做一個很大的破壞, 不只是一個經濟上的破壞, 可能是一個, 簡直是一個, 社會上的破壞, 當然, 這是我一個猜測, 到時發不發生, 才知道, 暫時, 我就想聽Cherry說, 這個宋先生, 還有什麼, prediction, 關於這個, 這個貨幣戰爭, 繼續怎樣演變下去, 好了, 在講之前, 不如我想回應一下, 剛才李永空所講, 62萬億美元, 就不是很大的數, 但是, 看來就不是很大的數, 一年的GDP, 那各位, 有誰一年做事, 可以頂得住, 那全年沒有生產, 我們一年GDP消失, 誰可以頂得住, 那其實不是的, 那還有呢, 其實呢, 62萬億, 那個美元, 正正正的真金白銀, 如果在市場流通, 是可以做到很多倍的GDP, 是有一個multipile effect, 那所以呢, 62萬億看下去, 不要, no big deal, 小夜, 那其實呢, 那個連鎖反應, 那個影響, 是會很嚴重, 和很心軟, 那這個可能大家都, 暫時都未可以, 想像得到那個嚴重性, 那既然, 下一次, 即是4至9月份, 那個金融海市的嚴重程度, 會比今年那麼厲害, 那大家反思一下, 究竟, 今年都這麼難頂了, 那明年還頂得住呢, 如果是, 明年那個嚴重程度, 是今年的兩倍, 那究竟我們是, 怎樣做呢? 很多人撲出來說, 九個月左右, 但是, 都是熬過一年, 我們特首都出來說, 哎, 辛苦了, 這一年, 很多的財經, 是九個月的, 嗯, 嗯, 我半年之前, 聽到很多知名人士都說, 最壞的時刻, 好像都已經過去了, 嗯, 那現在就不是說過去, 他說未過去, 最壞未過去, 但是最壞都是九個月, 那為了, 先休息幾分鐘, 再會繼續討論, 根本我們的講題,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 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好, 那我們繼續回來講今天的我們的題目, 就是金融海嘯還會更加劇烈嗎? 好了, 我們剛才都有不同的猜測, 包括宋宏斌自己都這樣說, 到底錢到哪裏呢? 現在美國的國會和美國很多的機構, 可能有些傳媒都開始質疑, 銀行的錢給了你, 到底給了些什麼人呢? James之前都有提及的, 他說為什麼美國政府會幫助這些金融機構, 而不幫助汽車工業呢? 原因就是, 如果這些錢去給汽車工業, 當然, 受惠的人大家都可以見得到, 即是那些就業的工人, 但是銀行後面, 其實那些錢去到哪裏呢? James有他這方面的看法,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錢是來龍去脈, 背後的是什麼? 以我的了解, 起碼第一波的金融海嘯是怎樣形成呢? 就是有一班人, 他就賭那個 interest rate, 那個利息的, 我不記得了, 是他賭升一賭跌, 總之他賭就全部贏了, 中了, 他賭的時候, 他不僅是賭, 並且他還買了保險, 買了insort, 那insort就所謂credit default swap, 他雙重保障, 他贏了之後, 銀行要賠錢給他, 如果銀行賠不到, 誰揹起cds, credit default swap, 又一樣要賠錢給他, 如果兩家都破產, 這個贏家應該收不到錢, 所以我懷疑, 為什麼美國政府背後有人操縱, 為什麼要得於救這些銀行, 或者救AIG, 因為AIG就是賣credit default swap, 一個很大的公司, 賣了很多公司, 為什麼要救呢? 因為如果政府不救這些銀行和AIG, 這班贏家收不到錢, 這是我很懷疑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現在政府給了錢, 銀行給了AIG之後, 用光了, 那些人問他們, 那些錢去哪了? 不知道, 說不得到, 換句話說, 他是保密, 誰贏了這錢, 他是絕對保密, 是啊, 都不明白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的, 日日的新聞說, 這間銀行, 中銀, 匯豐, 渣打, 各個都好像迎頭一樣, 虧過百多二百億, 每個都是這樣, 那誰會賺呢? 你可以再追下去, 那些退休, 我們這些強積金都是錢, 都是賣這些東西, 都是賭這些, 我都有賣高風險, 那為什麼我會輸?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經常說銀行輸, 那應該我們理論上會贏的, 那為什麼會看一張貼又輸? 那為什麼會贏呢? 就是, 沒有可能每個都是輸家來的, 我買那些強積金, 另外我買了兩份那些, 我是田明要高風險的, 年輕的, 高風險, 理論上我有贏, 那沒理由每個都輸, 我問過過過輸的, 那誰會贏呢? 那James Sir的楊佳是不能揭露的, 我估計這個楊佳是不能揭露的, 那James Sir, 連中頭前兩個星期, 來香港參加Bill Clinton的論壇, 那個中頭公司主席, 我們出去都選手爛腳, 又買Blackstone那些, 那些事務基金, 虧了幾百億, 那誰會贏呢? 喂, 連我們祖國都輸這麼多, 那怎麼辦呢? 那誰會贏呢? 那誰會贏呢? 經常說輸, 都不明白。 一個很 interesting, 和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外國人都有說, 當你不明白的時候, 叫follow the money, 你要跟蹤錢, 看錢去哪裏, 你如果跟蹤得到, 你就知道究竟什麼事發生。 是的, 理論上, 如果你賭輸了, 你銀行做莊家, 那就破產就可以了, 什麼問題呢? 大家都沒得賠。 Sherry, 說過第二波那裏, 我又是有同樣的問題, 好像宋鴻冰預測, 又將會有大量的虧損, 同樣的問題, 那錢會去哪裏? 那還繼續賭下去, 真的有人, 明白嗎? 我意思是, 那你繼續虧損, 那問題呢? 我也不明白。 好了, 那宋鴻冰呢, 他就繼續推測, 他說這個危機分到四個階段, 那第三個階段, 他叫做利率, 利率火山爆發, 他主要的表現是, 就是信貸全面會緊縮, 那現在已經在看著, 造成的長期貸款利率就會飄升, 那進而引發規模將近六百萬億美元, 即是港幣四千六百八十萬億港元的利率調期市場, 又另一個這樣的玩法, 叫做利率調期市場出現危機, 我看了他這裏, 我想問一下, 是否的意思是, 他簽了份約, 即是好像中信那樣, 不行的, 不可以取消份約, 要玩到多少年後, 所以繼續賭下去, 是否這樣解呢? 如果看這個數據, 很多的約都這樣算, 但你都看到, 其實原來我們一波一波, 有房地產欠債, 接著有另外一種信貸, 即是爛債, 又有保險, 接著又有人玩利率, 甚麼是利率調期市場呢? 即是有些人說利率會升高升低, 又賭那些人? 大家可以解釋一下, 對啦, 我們, 假設我現在借錢, 應該怎樣說呢? 我估計, 接下來那個利率, 會是很波動的, 假設我現在, 我問別人借錢, 我估計, 接下來那個利率很波動, 所以我很想鎖定, 我現在現在的利息, 例如鎖定1%這樣說, 但是呢, 我這個借貸, 其實我是給一個浮息的, 浮息的意思就是說, 利息升到2%, 那我就要給2%, 可能跌得低1%我都要給, 但是呢, 我就很想fix了這個利息, 那我就找銀行跟他說, 我跟你交換, 我現在想給固定的利息, 銀行就承擔浮息, 那如果我和銀行協定, 就說我想給1%, 銀行就行, 沒有問題, 那如果利率跌到0.5%, 那銀行就賺了, 銀行就賺了0.5%, 但是反過來, 如果利率是升到0%, 那銀行就會虧1%, 那現在呢, 很多contract就是銀行, 他送銀行就提到, 中國, 中國國家裏面的銀行, 就是中國的銀行, 很多銀行都估, 美元的利率是不會上升, 那所以呢, 他們有很多這些合約在時候, 就估說, 利率是不會上升, 那所以呢, 送銀行就提出, 就說, 如果金融機構倒閉, 會有全面的信貸緊縮, 到時就會推高美元利息, 那到時呢, 中國的銀行, 就很可能呢, 就是要給大量的, 利息, 賠款, 對, 賠款了, 嗯, 今天贏了, 今天贏了, 但是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 剛才所說, 今次, 接下來, 那個62萬億, 那個信貸調期的違約, 會連帶到很多金融機構倒閉, 金融機構倒閉, 一倒閉的情況之下, 就會有全面的信貸緊縮, 或者是那些, 金融機構不肯借錢出來, 除非可以收到很高的利息, 是的, 如果利息高了, 以前做了那些合約, 我借開錢, 以前做了那些合約, 那某些金融機構, 承擔了那個利息風險, 那他就要賠錢了, 那現在發生緊貨, 一部分發生緊貨, 你譬如, 美國佬現在減了四分三來, 是啊, 銀行, 你試試問銀行借錢, 你現在借不到, 借錢了, 有些私人那些, 二十多利息, 你要去財務公司, 財務公司的錢都是拆銀行出來, 那些就很貴, 現在不交稅, 哇, 有些計算過, 二十多利, 那麽金, 那麽低息, 環境居員, 標度那麽高, 二十多利算過, 因為他控制信態, 他不出, 他怕你沒有錢, 我以前不以為, 在發生緊貨, 即是不信你, 你要給很貴很貴的息, 我才不勉強信得你那些息, 我才能給你, 我借錢, 我就不信得你, 因為眾同公司經常說, 你有的身分者, 是這樣的, 金融危機的實質, 是要按照邏輯常識, 和基本原理發展而來的, 他說只要邏輯正確, 數位正確, 就根本可以遇見到危機, 一步步走過來的, 下一波的海嘯是一定會來的, 但他想不通的地方, 為什麽這麽多這些高職位, 高人工, 高水平的, 高水準的人, 都完全看不到這件事, 我都說九個月, 這根本是按照一個邏輯常識, 正確的數據, 是可以預測的, 是可以預測的, 即是鬆紅的, 一步一步根據, 這波一定會引起第二波, 這波一定會變成這樣, 一個正常的, 即是一個所謂的, 基本原理的發展, 我解釋給你, 給你聽為什麽, 高職位是沒有用的, 我認識高職位, 又告訴你為什麽, 最近有一單, 就是美國的, 以前, 納斯特哈主席, 他做了一個, 買股票的基金, 買了不是我和你, 有頭有臉, 真的不大那一塊, 不是那個, 那百萬元, 你會不會買, 這班人, 你想想他們的機構有幾多, 專家有幾多, 學者有幾多, 那麽聰明, 那麽聰明, 人士特哈主席都會中招的, 是嗎? 是, 沒有用的, 因為, 你想想他們, 他們不是我們, 我借錢給你, 寫一張東西給你, 慢慢游頭去, 他們不會看的, 就這樣看一看, 就簽名了, 沒有用的, 高職位是沒有用的, 那麽很多人簽名的, 還有, 高職位通常就, 大公關, 沒有時間看入面的, 大公關, 那麽, 出去吃到, 出去吃到, 這樣類似, 那麽麽的話, 那麽, 我可以clear個訊息, 大家, emment對利息, 我這個是, 知不知一下, 那麽, 美聯儲宣布減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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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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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麽呢, 那麽呢, 就是他借錢出來給我們,給銀行的利息,美聯署借錢給銀行的利息 但是銀行和銀行之間那個是拉波,那個是銀行同業拆息 那個利息是很高的,現在是幾百%的 銀行和銀行之間是不信的,大家不信的 但是有時候說,任總出來說低了很多,一、兩年而已 一、兩年,我們上去查一下 還有一個叫做Credit Threat,就是黑色差 那就是那些公司,如果公司和公司之間要借錢 其實我們是要看看這一點的 現在美國的Prime Rate很低,但是如果我是一個二、三線評級的公司 我的Credit Threat是很高的,現在是因為很多人不相信 我這間公司可以還好錢出去 所以其實我要付出很昂貴的利息的代價才可以借到錢 現在銀行和銀行機構和機構之間是因為要付出很昂貴的利息才可以借到錢 所以即使美聯儲降息,肯願意將money supply增加 錢為甚麼不到我們的手,平民物性手或收入機構手 是因為銀行和銀行機構和機構之間的利息 要求的利息很高 我們要看這一點 不只是我們銀行存款的利息 或者定期存款的利息 利息是很耐人尋味的一件事 如果我們讀Fixed Income 即是債券 其實利息有很多種的 很多種層次,很多種不同的影響 那一般人要了解多少少才可以解釋到為甚麼 一邊減息,一邊銀根又不可以提供到給市場的問題 Terry,不如這樣吧 用我的,市井一點點 因為弟弟我讀的書少 通常我以實戰來說很簡單 我看銀行就很簡單 為甚麼越好景,銀行越低會借錢給你 為甚麼 多人出來借錢給人 還有他覺得風險低 還有銀行的利息又便宜很多 你借別人借 為甚麼現在又不借呢 他覺得風險高而已 那問題在那裏 覺得風險高 我借給你,成天人會抄幼 這是最實際的 但這樣說,現在政府也是擔保 他還怎會有風險呢 他不是呀 但我甚麼意思是保 政府擔保沒用的 因為我家就算政府真的擔保你 他不是立即你不見了 他立即政府給你一塊錢 是呀,我添人會抄幼 為了資格 還有那個負責金的錢 我銀行要負責,因為我信貸部 真的沒有了那塊錢 所以那些銀行廣告呢 雖然我做廣告那些都不相信 怕肩膀那些 坦白說,全部是利害關係而已 你願大把錢,說真的,不要說我大把錢,我很實際的 經常問我借錢 我說不要說那麼多,玩一下他 你先多少利息 今生一百個 一百萬借給我 我一個先都沒有欠銀行錢 我現在完全沒有借錢的 一百萬了 我說多少利息 哎,可以的了 哇,這麼好,為甚麼 幾多利息 幾多利息 他說,哎,慢慢聊吧 哇,這麼好的,為甚麼 就是沒有借錢 我說很簡單 他說,我放了一百個給你 在你的戶口 你簽個名就行了 我說這麼好,就是很簡單 因為我沒有借到錢 以前不是的,你沒有借錢是沒有甚麼的 不是,你有紀錄 大哥,我捱都捱到 就是,給銀行借我多少息啊,那層樓 就是,他也是這樣 就是,這麼大的信貸紀錄非常之良好 就是說,很簡單 你試一下拿錢 一定不會,銀行就是這麼實際 你越有他才會借給你 好像DOTR這類一樣 那就一定借給他,對不對 不是,絕對不是 就是,越好 是 你剛才說那個銀碼是多少個零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 多少個零 總共是多少個零 你剛才說那個零 62萬億 是 六十幾 我忘記了 62萬億 你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那個銀碼是多少個零 是多少個零 我忘記了 幾個零 九個十二個零 都剩下十幾個零 大哥 很多資產 美國用美元的資產 會出現信心的危機 那美元就要陷入冰河 從而動搖美元世界 儲備貨幣的地位 其實貨幣戰爭已經全面說了 我們現在只是真真正正體驗到 他本書所分析和預測會發生的事 好了 那 這麼慘 我們有沒有說 有沒有任何的想想 有沒有解決方法 有沒有 有沒有暫時 有沒有人想過 我想不是解決方法 我們怎麼認 不是 他 我常常在說 說真的 我是想他 大哥 其實 我說回香港 美國 美國那些我又不是住在那裏 香港經濟這麼小 我又住在那裏 我也很實際 就是 都 都現在經濟來講 以沙士做指標 我們經常在那裏談 喂 香港流價都不是很低 現在 明白嗎 以太古城為例 現在還要三百萬 沙士那時候是一百四十 有問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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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走去想著 看看那些工具 看看那些攝影器材 聊天 他說 我問 最近什麼環境 老闆 挺好生意 我問 這麼好的嗎 是啊 公司 自己買工具 自己拍 我說這麼好 所以買很多 比之前的幾個月還好 還好 這麼好 你說香港現在是否經常說 海嘯 最近聽得多 又說海嘯家 又說合理手票 這次那個什麼 都不是很低 都還未很低 電腦剪碎的發生 是否買了4.2億 是嗎 那個多少錢 很多人買 億多 好像兩億 那些 那些 那些是三個場 那些 香港人 有錢的 心理上 其實香港人現在是挺厲害的 每個人都在等 真的 每個人都在等第二波 別說到什麼 其實人們很開心 最好花市價 我撿平貨 每個人都不敢死 買不成 就買不成 就想一百萬買禮頓山 可能 我們太多人聽過你這個字 沒有貨 我都很棒 但是 糟了 你總之 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 總之你照常生活 當然不要浪費 這個好處就是 我們過去的 真是死火 他原來 不是像九七那樣 每個人高位追 原來每個人現在拿著錢 等收拾平貨 真可憐 每個人都好處 就是聽得多 我們這個字 很多 大家知道 一傳八十傳 一傳八千千 每個人都拿著錢 等太股成八十萬 現在 Sherry 在這方面 有什麼應對 有沒有想過 這方面 宋鴻兵 有沒有怎麼說 宋鴻兵 宋鴻兵 一向都是提倡全民 存黃金的 他一直都是這樣提出 他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我自己都覺得應該是儲一些實物 黃金和白銀 為什麼呢 大家都經歷過 今年 08年 初期的金融海嘯 但是因為下一傳很大機會 比現在更嚴重 那我就要反思一下 究竟自己還頂不頂得住 那如果頂不住 那不如趁最近好景 賣這些東西 然後不如坐下 黃金和白銀 會比較好 我自己個人會這樣想 白銀很難買的 你能買到嗎 始終 你買到那些白銀 即是金銀買回來 等它升值 即是跟我們的真真正正 吃東西 用東西 其實又有另一個層面去看 即是 我們不斷經常這樣說 其實大家想真些 用常理想一下 我們個人都是同樣的生活 同樣的消費 其實這些所謂的金融波浪 根本是全部人為的 我們不會當它一回事 照樣做我們自己 正常的生活方法 其實我覺得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要解決就是這麼簡單 首先阿金提出一件事 他說有些銀行自動欠錢 叫它借錢 因為我今天早上 在網上收到一份資料 他說原來美國有一個機構 是做過一個調查 波士頓一個機構 它的機構名叫Selenta 他分析了有32個報告 他根本分析在當時 美國所謂出現的所謂信貸危機 他看回當時的數據 根本沒有任何跡象 美國當時是真的有信貸危機 當然到今時今日 沒有都變有了 我經常都說 根本很多這些信貸的問題 金融的問題 都是有一幫人 來到在我們的努力之上 制動這些衍生工具 來兇手不用做事 來大賺我們的錢 我們不要再給別人玩 自己想真點 看真點 知道這個問題的根源 大家腳踏實地 過回我們正常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這個危機 真真正正將會解決得到 很快解決得到 他很重 他很開心 又不用吃飯 那又是一人 不吃得餓 那一時吃不到 不是 你現在還在交性銀 那一刻就知道 對 又是一人 做交性銀 是 不過其實Alex 你剛才說 真的有很大可能性 今次搞出這麼嚴重的事情 後面真的有人操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的問題就是 下一波又是什麼 除了宋鴻說的那些 跟著來的幾波 金融海嘯 還有沒有其他更嚴重的事情 這個真的值得去 那又要留意一下 是啊 正如Doctor所說的 不需要害怕 食物那裏 我們半靠祖國 哪裏都輸送給我們 哪裏都輸送給我們 那裏都輸送給我們 原來發現 原來中國真的在餵全世界很多人 是啊 你的糧口供應是 是不是 所以送紅兵 已經由炎底 由美國抽身回到北京 原來糧食又充足 又有足夠的人去做做事 好了 時間真的有夠了 多謝大家收聽 大家要多謝 拜拜 多謝Sherry 和各位的主持 OK 下星期再繼續網上討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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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